国际空间站在太空中错误旋转57度 持续约30分钟 资料图当地时间10月5日 载有俄罗斯一名宇航员 和两名电影工作者的俄联盟密斯档19飞船 经过三个多小时 飞行后与国际空间站成功对接 事件发生在对联盟密斯档18飞船推进器 进行点火测试后 彭博社报道称 测试窗口结束后 推进器动力未停止 导致空间站失去对旋转运动的控制 空间站在俄罗斯段发动机的帮助下重新定位